你好,我是安利 今天我们继续来讲火星探索的历史 这是第五集 之前我们用了三集时间来讲 勇气号和机遇号 时间跨度有15年 而这15年也是火星探索发展最快的时期 NASA又发射了两颗围绕火星飞行的卫星 两个固定的火星着陆器 还有一辆火星车 今天我们就继续往下 看看它们在火星上 还有什么样的发现和有趣的经历 2007年8月 一个探测器从地球发射飞往火星 而它的名字叫Phoenix 这个探测器并命名为Phoenix 是有特别的含义 还记得在第一集我们讲过 NASA在1999年发射了一颗探测器 叫Mars Polar Lander 当时是想降落在火星的南极附近 但是在降落的过程中 不知道什么原因 反对火箭提前停止了工作 最后是坠毁在了火星表面 而这次的Phoenix 就是用来完成Mars Polar Lander 当年没有完成的任务 可以看到它们两个在设计上 非常的相似 而且其实降落方式也是一样的 在西方的神话中 有很多种动物 而Phoenix就是其中的一个 它还有一个名字 叫布斯鸟 传说中Phoenix可以活500年左右 而在生命快结束的时候 它会把自己燃烧化成灰烬 而它有一种特殊的能力 就是在燃烧的灰烬里重生 而NASA取这个名字的本意 就是希望这个探测器 能够像布斯鸟一样 在以前失败的基础上 重新获得成功 有些人会把它翻译为凤凰号 其实不是特别准确 它们两个有相同点 都是来自神话中的动物 但是凤凰并不像布斯鸟一样 具有重生的能力 所以如果把凤凰烧了以后 那就只能变成烧鸡了 而Phoenix的目标降落地点 也非常特殊 是在火星的北极附近 选择这里主要是因为 这里地下有大量的水冰 其实科学家以前在地球上 用望远镜观察火星的时候 就发现它的两极是有冰的存在 而在2007年发射Phoenix的时候 Nafsa已经有三颗卫星 围绕火星飞行 进行了详细的扫描 所以当时他们对火星的两极 已经了解非常多 但仍然需要一个探测器 到火星的表面采集样本进行化验 证实他们的猜测 其实火星的两极 和地球南北极很相似 首先就是非常的寒冷 因为这里能获得的阳光照射非常少 所以地球上南极北极 都是由冰雪覆盖 而在火星的南极和北极 地下冰冻着大量的水冰 而在极力的冬天 地表还会覆盖一层干冰 也就是固态的二氧化碳 在地球上 南极和北极冰盖的大小 是随着季节的变化而变化 而且变化的方向正好相反 因为南半球的冬天 就是北半球的夏天 在冬天的时候 由于温度降低 还有降雪的增加 冰盖的面积会增加 到了夏天 由于温度升高 冰雪会融化 并以水的方式进入海洋 而类似的事情 也发生在火星的两极 火星大气层中 大约95%是阿氧化碳 在火星上的冬天 两极的温度 可以降到零下150摄氏度 这已经远远超过了 阿氧化碳的凝固点 所以在冬天的时候 阿氧化碳会变为固态的干冰 降落在两极 而夏天的时候 固态的干冰 又会变回气态的阿氧化碳 返回大气层 跟地球上南北极的水循环 非常类似 而这种冬天 被冻结为干冰的阿氧化碳 可以占到火星大气层的 12%到16% 而与地球不同的是 火星上的干冰 会直接由固态变成气态 而地下的干冰 在气化的功能中 会使地表产生裂痕 就在地面上留下了 这种像蜘蛛一样的团 这就是在火星上 非常有特点的蜘蛛型地貌 在地球上是看不到的 在火星的南北极 冰冠的大小差异也非常大 在北极直径可以达到1000公里 而南极只有不到北极的一半 大约只有400公里 如果对比南极和北极的冰冠 你有没有发现 它们两个的形状非常相似 都是一个螺旋形 这并不是一种巧合 这种形状的形成 其实和地球上龙卷风的产生是一个道理 地球在自转的光中 赤道的地区速度是最快的 纬度越高速度越慢 所以当风在赤道和两极之间移动的时候 就会受地球自转的影响产生偏移 而这种现象就叫做Corealis Effect 这个名字是来源于法国的科学家 Gustaf Coriolis 所以在风的长期作用下 就形成了这种螺旋形地貌 虽然通过探测器和望远镜 可以看到这么多的证据 但也都是一种猜测 既然觉得这里有这么多的水冰 何不发送一颗探测器到地面 挖出一些冰来看一下呢 所以Phoenix项目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 那么问题是 它有可能挖到冰吗 2008年5月25日 Phoenix在飞行了近10个月以后 它冲进了火星大气层 Phoenix本次降落所选择的方法 是用反对火箭携带探测器直接降落 其实在这次降落过程中 工程师们异常地担心 因为他们太久没有使用这种技术了 上次使用这种方法成功降落火星 还是1975年的Varkin一号和二号 在这32年当中 这种方法只使用过一次 还是败了 就是刚才说的1999年的Mars Polar Lander 而最近一次登陆的勇气号和机遇号 使用的都是Airbag 并不是反对火箭 而在32年以后 重新使用反对火箭的主要原因 就是为了以后登陆火星做准备 因为如果人类以后登陆火星 肯定也是用反对火箭的方式降落 所以他们必须重新找回这种技术 起立更多经验 在距离地面一公里高度 探测器迎来了非常关键的步骤 它需要先脱离降落伞 然后自由落体 及时打开火箭 降落以后马上关闭 每一步都需要非常准确 而且不能出错 整个的降落过程还算是顺利 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 降落伞打开时间晚了几秒 使它的降落地点 差点超出了预计的范围 这是卫星拍到的Phoenix 用降落伞下降的过程 背景是一个撞击坑 直径有10公里 但Phoenix并没有降到装击坑里面 这也是第一个在其他的行星上 一个探测器拍到另外一个探测器的影像 Phoenix的降落地点 离火星的北极特别近 而这里是NAS花了4年时间精心挑选 首先为了能够找到冰 必须直接降落在冰层的上面 因为Phoenix是固定探测器 不能移动 但是又不能直接降落在北极 因为直接降落在冰上会非常困难 而且冰在地下还不能太深 因为Phoenix只能挖到半米左右 其次就是反对火箭要求降落地点非常平整 万一落在大的石头上就会发生侧翻 项目就失败了 最终目标降落地点 被划定在一个椭圆形范围内 长100公里 宽20公里 探测器花了4年时间对这个区域进行了详细的扫描 探测器把这个范围内 可能威胁降落安全的石头全都标记出来 最终Phoenix的降落地点看起来就是这样 看起来非常的平整 周围几乎没有大的石头 再来看看32年前marking1号和2号的降落地点 因为在当时火星上并没有任何卫星 所以他们用的是先围绕火星观察一个月 然后再降落的方式 所以在当时能够降落成功 还是需要点运气 由于降落的时候 火箭把地面吹得尘土飞扬 Phoenix等了15分钟以后 才陆续打开太阳能板和其他设备 为了获得充足的阳光 它也是配备了两个巨大的太阳能板 全部展开以后 整个探测器可以达到5.5米 之后它对附近从各个角度进行了拍照 以了解自己周围的环境 然后就拍到了这张照片 在探测器的正下方 非常明显可以看到白色的物体 难道这就是它要找的水平吗 虽然最终未能确定 但有可能就是 因为火箭把泥土吹走以后就露出了地面 但这至少是一个很好的预兆 到达火星的第11天 Phoenix第一次用机械臂开始挖掘土壤 随后他又挖掘了很多个地方 并对土壤的成分进行了检测 按照NASA的习惯 当然每个地方都要有一个名字 而整个这一片区域被称为Wonderland 而在他们当中 有一个地方最为特别 叫Godylux 这是Phoenix在火星上 第20天挖掘时留下的痕迹 Phoenix在挖掘的过程中 发现了一些白色的东西 而4天以后 它们竟然神奇地消失了 后来科学家证明 这些消失的白色物体就是水平 既不是盐类的化合物 也不可能是干冰 因为干冰的消失速度没有这么慢 在当时火星上发现 现存水平的消息迅速传开了 但后来Phoenix又发现了进一步的证据 Phoenix发掘土壤以后 会把它放进烤箱里烘烤 以确定其中的成分 而就在刚刚加热到零摄氏度时 就发现了水分子 又一次证明了水平的存在 8008年7月31日 也就是Phoenix到达火星的第65天 科学家向全世界公布了这个发现 除了科学发现以外 Phoenix还拍到了很多有趣的景象 这是Phoenix在不同的时间 拍摄的午夜的太阳 Phoenix的降落时间 正好是火星上的春末夏初 而且地点又非常靠近北极 所以这里的太阳跟地球上的北极是一样的 在盛夏的时候是不会落山的 所以即使在午夜仍然可以看到太阳 这是Phoenix到达火星第101天拍摄的日出 因为夏天已经慢慢过去 所以可以看到太阳也慢慢降到了地平线以下 而在前90天 太阳全都在地平线以上 Phoenix还拍到了火星上的沙尘 有点类似地球上的乌云 这是Phoenix携带的天气指示器 可以用来测量火星上的风向还有风速 Phoenix原计划工作90天 但实际工作了157天 但工作人员知道这已经达到了他工作时间的极限 因为北极的夏天已经逐渐过去 而Phoenix是不可能在极地度过冬天的 工作人员估计这里的冬天干冰厚度可以达到19厘米 他们会聚集在Phoenix太阳能板上使其折断 随后对比卫星拍摄的照片也证实了这种猜测 Phoenix发挥的最后一次信息是在2008年11月2日 而在他的推特账号最后一条信息是一个二进制代码 意思是胜利 虽然Phoenix的工作时间并不长 但他并没有让工作人员失望非常好的完成了任务 真正成为了火星上的不死鸟 虽然Phoenix已经停止了工作 但他带了一个礼物是一张DVD 留给未来能够登陆火星探索的人类 里面包含有关于火星的艺术作品和科幻作品 还有来自70个国家25万人的签名 特别是其中还包含了现在的人类对未来能够登陆火星人类的留言 有点类似在旅游的时候往家里寄一张明信片 我真的是很好奇留言里说了些什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